您請看您的報告 我覺得一個外媒的報導 我們 因為我不瞭解 它依據什麼來做一個評量 但我覺得我們自己國家的部隊 我們對國人 對我們國軍部隊 我是蠻有信心的 我覺得我在當排長的時候 比如說老兵 三聯兵 也跟我講說 哎呀 一代步一代 我就跟他講 沒有什麼一代步一代的 到目前我始終相信 沒有什麼草莓族 什麼族的問題 年輕人他有他的優點 要因為外媒講了以後 他就好像覺得很沮騷 我覺得沒有必要 我們對自己要有信心 你怎麼看這個錢博為被罷免 我沒有意見 因為委員問政嘛 我們背詢回應都很誠懇的 至於結論怎麼樣 我們從來沒有去顧慮這個 我們背詢回答也沒有講看者 因人而異 真的是很誠摯的 在回覆問題 能夠答的我剛剛就答 有些不瞭解 我回去瞭解了以後一定會有回應 所以我印象不管對各位媒體朋友 對委員都是抱同樣態度 我對我們單委同仁也在鼓舞他們 不要去逼 但是我們不要去 好像去預測 人家到底要幹什麼 坦然面對 所以我個人 好不好 那針對那個美軍 就是跟日本先前在南海的演訓 那美方還強調說這樣的聯合演訓 在亞太極軍也會成為常態化 怎麼看 沒有這外籍的基建 我跟各位講 在周邊的外籍基建 我們都掌握 但外籍基建 他的目的在哪裡 這不是我們主要考慮 我們主要看 他有沒有任何企圖敵意 所以我們目標很明顯 就針對中共 如果有任何動作的話 我們盡早要爭執 然後做應酬 所以外籍基建 那經常有 我不予智慧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